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让学生上下学更安全 看到新竹县竹北市公所花费300多万 改善了一名中学、竹北高中还有竹北国小的通学环境 铺设了150公尺长的绿色行人专用道 而路边也划设红线禁止汽车临停 避免人车争道 刚铺好的马路路边划设绿色步道和红线 禁止汽车临停避免人车争道 竹北市公所改善一名中学、竹北高中、国小通学环境 现在已经完工 针对中央路从华新街到中华路这个路段 我们这个博优的部分全部来刨风 全部刨风 刨风了以后呢 我们另外增加了在中央路的南侧的部分 从华新街到中华路 我们也画制了让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安全地走在路上到学校或回家的路 所以说我们特别化了通学步道 目前已经完成 绿色的行人专用道 让开车与骑车驾驶都能一眼看见 行目的徒步廊道 一路从中央路华新街延伸到中华路 原来附近有竹北国小、竹北高中和一名中学 每天都有学生走路到学校 遇到路边汽车并停或机车违规都得绕过才能走 避免上放学铺路车祸危险 施工所花费374万改善行人步行空间 铺设约150公尺长的绿色通学步道 同时优化沿线阻碍通行路段 让走路无障碍步行空间更友善 那之前我们在一名中学这个部分已经完工 那目前把它串联起来 就是从中华路一名中学 然后竹北国小一直到华新街 这个路段整个人行道做完了以后 可以让我们小朋友的上学之路更加的安全 让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大家都很放心 新化绿底斑马线还有行人专用道 接续还有竹北国小前人行道改善也将完工 都让家长放心 守护学生通学更安全